熊熊烈火直冲天际吞噬整节车厢 一节停在谭米尔纳都省的火车 印度时间26号早上5点15分突然起火 火势两小时才剥灭 逃出的乘客心有余悸地坐在铁轨上 另一头消防队员正从烧毁的火车上 搬出来不及逃生旅客的遗体 这场意外导致9个人死亡 包含五男三女 另外一人还没被辨识出性别 甚至还有20多人受伤 原来是有乘客偷偷带瓦斯炉上火车 清晨想要煮咖啡 没想到点燃瓦斯炉就出意外 据了解这一节被朝圣乘客 包下的私人派对车厢 8月17号从北方省乐客脑出发 清晨3点47分抵达马杜类火车站 车厢当时已经跟主列车分开 准备等待另一列火车街上 继续前往青奈 差点就出不来了 乘客想到当时情景还余计有存 其实根据印度铁路法 搭乘火车严禁携带瓦斯桶等 易燃物品 就连托运机车都得先抽光燃油 这回乘客自作聪明偷渡瓦斯炉 也让九条生命被大火吞噬 TVBS新闻商业小伟佳琪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